2015年,一首好歌从前漫,让广大老百姓了解了沐昕这位顾名的当代文学大师。 这时,距离沐昕先生离世,已经有三年多光景了,如果不仔细了解,很难知道。 这位当代文学大家政经身份其实是画家,他最初的求学之路,就是从由画而起。 1946年,19岁的他进入刘海素创办的上海美专,但由于他的个人追求和刘海素的绘画风格格格不入,不久他就考入杭州国立一专,投入林峰年门响。 毕业不久,他继续任教于杭州某高校,这时他的主要工作是美术教学。 其次,他还在音乐、文学上多有研究。 50岁之前的沐昕,遭遇三次监禁,这也让他对生活有了深刻的和常人不同的见解。 1980年代,沐昕先生开始定居于美国纽约,他开始了边游历边创作的自由艺术生涯。 也就是在1980年代的美国,沐昕结识了晚辈陈丹兴,他也成了陈医师益友的朋友,据陈丹,清回忆,他是在纽约求学期间,因为朋友的介绍,认识了沐昕。 当时陈丹兴对沐昕的了解仅限于工艺美术老师。 几个月后,当他在报上读到了沐昕的文字时,十分震惊,随后他立刻打电话,两人见面当日聊性很浓,直聊到第二天凌晨。 从此以后,陈丹兴开始追随沐昕,听了他五年世界文学史,两人开始成为无话不谈的知交。 陈丹兴宣传老师也不遗余力,文从沈梦了解,他为老师出版简体字版作品及宣传老师绘画作品。 沐昕先生实在是幸运了,在他生前身后,得到了,像陈丹兴这样的晚辈的推崇。 在一个节目中,陈丹兴表示,亲自目送老师进病房,这成了陈丹兴对于死亡的一种深刻印记。 但陈丹兴并不颓丧,在沐昕离世之后,亲全力筹建了沐昕美术馆,继续为推广宣扬沐昕先生的艺术作品而不懈努力。 对于沐昕先生的艺术地位,陈丹兴说,沐昕先生自身的气质秉赋在任何时代都会出泪拔萃。 当代许多画家文学家都受过他的影响,由于各种原因,沐昕传世的绘画作品不多。 沐昕美术馆中也仅有一百多幅他的作品。 事实上,他的作品有一部分被美国耶路大学博物馆收藏,又有不少作品被国外机构收藏。 沐昕是简朴的,他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。 直到1984年,他的33幅作品被一位富商高价收购,从此,他才渐渐过上了物质安稳的生活。 当然,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,以数价值才最关键。 沐昕的学生曹丽维说,沐昕的话是象牙塔里最顶尖的东西,他的技巧高度和精确度达到了别人无法模仿的地步。 在读懂沐昕作品的同时,也能提升个人的审美境界。